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其實化妝品都有分季節 好像Chanel推出了他們的秋冬系列的化妝品 是Limited Edition 買完就沒有 現在夏天 火辣辣 熱辣辣的情況下 一起去review一下 看看它究竟買不買得過 好了 這個新的系列 我也是上網看的 這個Limited Edition是2019秋冬系列的化妝品 同一時間 它們也推出了一些新的化妝品 應該不是Limited Edition 我猜 那就是正常包裝盒的黑色 這個Limited Edition裡面最吸引到我的是 它們的包裝 因為是很高級很美 就像這個 大家看到 純白色的 透明有SILVER GLITTER的LIP GLOSS 它的指甲油很美 看到它整支是全黑和全白 這個很classy 除了指甲油和LIP GLOSS 就有這個也很美 這個這個這個 那它們的一概包裝打開 裡面有一個好像Velvet的一個洞 那它是一個眼影 來的 但是你看到啦 它的質感是一個很glittery的白色 但這個可能就不是一個大家 人人都用到的顏色 因為它很白 但是我覺得很美 還有這個gel的一個閃粉 顏色可以產臉的一個閃粉 但是這些系列裡面 據我所知 是好像是沒有粉底的 而且我現在是沒有化妝 為了上妝的過程 我們用它這個 Boy de Chanel Tint的Foundation 雖然今天這條片呢 終於都是講Chanel的化妝品 但我的Primer 都是用我 永期最愛的 Your Backstage Primer 這個Primer 是跟這個粉底很搭 因為它們的味道是一樣的 那這個Foundation呢 我之前在我拍Vogue的化妝品那條片裡也說過 類似是一個BB Cream的質感 但是它是有足夠的遮瑕度 不用用是很自然的 Anyway 今天呢 心情非常好 不知道會化什麼妝 自然為主 好了 塗上去不會有一種很解的感覺 它會令到我好像皮膚有一種涼澤的感覺 多過一次是 嘩 它塗了一個很白的粉 它的遮瑕度不算很高 你會看到我的粒 超大粒粒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所以平日用呢 就對了 好了 現在立刻膚色均勻了 我們第一樣試試什麼 好呢 我想試這個白色 剛剛說的眼影 我這裡也試一試這盒 四種顏色的眼影 是這樣的 那這一盒跟其他的眼影 什麼不一樣呢 它這盒的掃是毛頭 主要是深色為主 但它有四種不同的tone 我試試用這個啡色 我測試一下 飛不飛粉 OK 它絕對不算是飛粉 而且它的粉都塗得很實 那這個有好處和不好處 好處就是 你的顏色可以很快地上 不好處就是 不是很適合用眼影的話 可能會不小心一下子 就塗得很實 清理它就很難了 Yeah 好了 我現在就畫了一個 出一點點的眼線 而且這個啡色很適合我頭髮的顏色 所以有時候眼線不一定要用純黑色 好了 接著試玩什麼呢 這個白色的眼影 好漂亮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覺得 哇很誇張 很害怕的 其實白色的眼影是超級好用的 其實只要塗一點點 你馬上就變成藍體了 但它可以令到你的眼睛有一種 好像 一種Gloss的感覺 是 Woo Amazing 我的瘡很頂人 遮一遮 好大顆瘡啊 好 完成 接著我們就試試這個 Gel Glitter 哇 拍照一流 但我不知道外出怎麼用 看到嗎 它是超級無敵 很閃 很反光 很有水感的感覺 好像美人魚 永遠都像濕的感覺 它是會給你一個很漂亮的光 試試上臉給你看 有一種韓國 是來自星星的李宋位置的那種 很水潤的感覺 你好 又或者你可以把這個 放一點點在眼上也可以 先加了白色眼影 它會令我的輪廓更加再立體了 塗上身後你就會明白 這個顏色的原因 你不會很刻意看到那些閃粉 但其實正在閃 酷 如果你想保持著這個Gloss出外 其實你可以上一些碎粉 會嘗試一下 我們的Jeffrey Star 化妝是沒有一個規定的 這個是只不過是沒有的方法 我覺得是可以的 所以就告訴大家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等現在這個部分的 就是嘴了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很喜歡唇膏 這個Lip Powder Effect 這個唇膏 這個就是新色來的 978 什麼叫Lip Powder呢 這個系列呢 膏狀重一點 所以塗上嘴上 所以感覺會比較滋 但那個finish 也可以有一種很薄的powder 我喜歡用這個顏色 好像是960 這就是978 我第一次用 因為我的嘴是超級無敵 所以就算它是 潤了一點的powder 我都會乾的 勸付大家 一定要塗一個薄薄的潤膏 我這樣拼輕薄薄 塗一塗 其實已經準備好了 而且這個唇膏 是要擠出來的 用手指 看到我這樣擠出來 塗到膏 塗了這個嘴之後 然後呢 我皮膚會變白了 懂不懂 嘩嘩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顏色 真的完全不是廣告 講明詞 沒有一秒是廣告 很難找到這個顏色 真的 馬上去代替它 真的忘記了 放在這裡 我的化妝袋放在這裡 所有在這個化妝袋裡面的化妝品 都是我真的無限精挑釋的 如果想知道這個袋裡面有什麼 的話 留言給我考慮 拍影片給你們看裡面有什麼 好耶 繼續 好喜歡這個嘴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好自然 然後呢 試的下一個顏色 就是這個 但我覺得超級漂亮的爆炸 唇膏界裡面 其中一個最漂亮的包裝 Rouge Allure Velvet Extreme 哪個都忘記了這些名字 那你在上面按按鈕 看到那個Logo 按著 1 2 3 你給得起這個價錢 買這個唇膏 它就給你這個價錢 應該有的包裝 這個是1 2 8 號色 喂 這支都不差 喂 喂 真的不是賣廣告 真的沒有心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質感 它是比這個粉末薄 但它的顏色是濃郁 是濃郁過它的 嘩 我有沒有塗到 覺得我的樣子好像很有姿色 知不知道 很有姿色 很有學問的 這個粉末塗下去的感覺 就會比較薄 這個就會比較厚 它有一種霧的感覺 在表面上 但在表面上 它不是在表面上 所以不會令到嘴唇很乾 你明白嗎 它又潤又乾 混在一起 但是它兩層 潤在表面上 不過這個顏色挺漂亮 它有紫色 都是要進我的袋子裡 耶 打會完形 現在就試完最後一個顏色了 這個包裝 又是很高級的封面 一個磨砂面 它的質感 就是很薄很薄 這個顏色比較紅 都試給大家看 它好像水一樣 塗上去 出世界系列 大家看到 我只是點了一下 我已經可以塗完整個嘴唇 它薄到那個感覺 是好像 Lip Tin 很多時候大家用過Lip Tin Lip Tin 是吃到你的嘴 吃到世界盡頭 但是它極度是上色 而且它很舒服 很長的 如果你是不想嘴唇太厚重的話 它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我今天就想試完最後最後 就是這一支 Lip Gloss 這個也是黑白系列的 Limited Edition 黑色的Lip Gloss 真的很少品牌肯出黑色Lip Gloss 是否搞笑 但是我現在要試的 我現在要試的 來試這個Lip 好香 我塗這些一定會沒事的 很多時候 你可能會很怕 怎麼塗黑色Lip Gloss 就是你在底下塗一支紅色 然後很薄很薄很薄的 塗一點黑色在面上 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看它 黑色的感覺沒有那麼重 第二就是 因為Lip Gloss很容易脫掉 你塗了薄薄的 就沒有那麼容易脫掉 而且 顏色的感覺 那個紅色反而會吃得更加實淨 是有這幾個好處 所以不用擔心 塗黑色唇膏 這就是時尚 OK Fashion 好啦 那今天我們就是 玩完這些Chanel溝東系列的產品 記住買化妝品之前 記住要試試玩一下 好啦 記住要訂閱我的頻道 逢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會有新片出 所以記得開個鈴鐺 快點去追蹤我Instagram 下條片見啦 Bye 一起unbox 拜拜 OK 不可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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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ших 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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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